我的回忆录 第三天 失身的那一夜 我从单重的男孩 变成了男人 回到他的宿舍 我才知道他的身份 原来他是一名 省人民医院的大夫 晚上我 会不会对我不利的事情呢 会不会把我的心脏卖掉 割掉我的肾 我有些恐慌 不敢入眠 躺在被子里 把身体卷成一团 犹豫太空了 不知不觉睡着了 等我睡醒的那一刻 我看着身边躺着一个 裸男紧静地抱着我 他的健壮的大腿 压在我的大腿上 我无法抗拒 心里跳得厉害 此刻他也醒来了 脸也贴了过来 用他的嘴唇 和我接吻 我只觉得喘不过气来 他把我压倒在床上 紧紧地抱着我 也许是太冲动了吧 因为是第一次 我突然白色液体 喷了出来 射了他一身 我的脸红得像苹果一样 不敢看他 闷着被子 又睡了过去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上班去了 家里留个纸条 如果没有地方住 可暂时 暂时暂住我家 起来后 我把方便面牛奶吃了 我的心里 才有了一种安全感 原来男男之间 也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就这样 把我的第一次 献给了陌生的男人 我的回忆录 输不出的秘密 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分享 如果有好的建议 也可以给我来电话 我的电话是13701091247 叫我杨大根 我贴他 si 我贴她 我贴听 我贴IN 我贴调